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美國很想終止最優惠地區的待遇 取消了香港最優惠區的待遇 我想說幾十年前以前是誰靠誰,現在是誰靠誰 我記得九幾年當時我們做上海物業發展 我們做過幾個工作,一個是在家庭區的108棟別墅 然後也做過比較細枝的,在上海南京路第一百貨旁邊的一座小的寫字樓 也做過一支在延安路高架旁邊,大世界對面一支比較大的寫字樓 我也有份去做,我們做一些招商和出售 出售我之前也說過一次,我們找的對象全部都是世界的五百強 就是去買這些物業的,這個是我們的對象 出租或者出售,這個是我們的對象 商場部分呢,我們那時候通常很簡單 我們找一些叫做Anchor Talent 就是那些最主要的租客 那最主要的租客通常是什麼呢? 兩間,一間就是賣漢堡包,另一間就是賣雞 那這個在那個年代的時候,是內地還沒有這麼盛行的時候 它是很向往美式的文化 那他們是很吃香的,他們開的條件是很辣的 那通常呢,他們一定要霸佔一些很好的位置 租金又很便宜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一個磁石來的 他們可以吸引到一些客戶來的 所以他們給的條件是很嚴苛的 還有呢,你若他去看店,你都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你不是很熟悉那些人,你就很難的 那我亦都在做那個漢堡包那個 亦都分開藍,就是長江以南和長江以北 長江以南就是香港的漢堡包香港有限公司那裡負責 以北就是漢堡包和中國的公司負責 那兩批不同主事的人 那南方那些我們比較熟悉那些 PS大哥呢,PS王就是負責香港那一邊 那都因為他們太多人去找他們 其實都是很難去安排 不是說他們是特別招職或者大腿 但是因為他們真的太多人去找他 這個就是以前的情況 但是今時今日呢,現在這兩家公司 其實在內地已經不是那麼嚴苛 因為很多中式的連鎖 他們是比他們更加吸引 因為中國人始終是吃飯 或者他們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文化 好像上海那樣,他們是喜歡吃一些比較偏甜的 吃癡飯的 所以在上海的這些兩家公司是有癡飯 還有是有豆漿賣 在北京可能是有甜鴨的卷賣 在西安那邊可能有竹 或者其他,因為大家的飲食文化不同 在北面,東北那邊他們可能的味道是比較偏鹹 他們可能出汗,因為他們少點鹽 他們喜歡各個地方的味道都不同 現在今時今日,這兩個不是一個吸客的保證 反而反過來,有一間白市 他們反過來收回一些中國的連鎖企業 那些飲食業是比他們更加吸引 好像我們十幾二十年前 我幫小南國在香港找店 他們那時候也是做得很好 後來做得多了的時候 那個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還有木競爭沒有那麼大 他們出來,現在競爭大了就是難搞一些 現在有些新的那些好像是海底撈 或者是外婆家那些 在疫情之前是經常爆滿的 經常等位等一個多鐘是屍空見慣 那這個就是今時今日的事 剛才說了那麼多事情 就是以前幾十年前 真是中國或者香港是靠美國 但是今時今日呢,反過來 美國可能互相依賴 或者美國可能依賴中國會多些 因為中國尤其是經歷了08年之後 和疫情之後 現在應該會成為整個經濟增長的引擎 歐洲是差不多死了火的 日本也是死了火的 美國應該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唯有那個增長就是在中國 和在東方那邊 那我應該估計得到 就算香港沒有了最優惠的待遇的地位 中國都不會介意 那可能是香港人介意 就是要看那個墳墓 700多萬人的墳墓大 還是十幾億人的墳墓大 那如果我是領導呢 我都會輕生一個城市的利益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去維護回十幾億人 說八九年的時候 他們被人封鎖 差不多全球佔十幾億人的人口的國家 最後來是差到佔全球的GDP 1%左右 那就是說差不多整個世界都封鎖了中國 他都可以捱得到 那何況少少封鎖香港 我覺得他今時今日是絕對有能力 是可以頂得住 還有他可以給到其他優惠的政策 是彌補到香港的損失了 那今次我想香港人會認得清楚 究竟誰才是真真正正對香港好的 就是經常被人去要脅 取消那個地位 不如就取消了他 不靠他 我們靠自己都可以生存得到 你看回最近期 MSCI指數 他都不簽新加坡 簽了香港交易所 做他未來十年的產品的發行 就知道香港的戰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外國的企業 MSCI其實都是美國的產品 他都是選香港 不選新加坡 就知道他們的取向都是以利益為主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 拜拜 拜拜